金丝穴码头附近 带前后花园的大富士需要多少钱 最近看了不少金丝穴码头的高层公寓 今天看一个带花园的大富士 这个小区在金丝穴码头的东北侧 骑自行车到金丝穴码头只需要10分钟 轻轨也有直达 金丝穴码头是世界知名的金融中心 周边住宅以紧凑公寓为主 这次看了大富士 其实也是将近完工的社区里 最后推出来的高端户型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 公寓面积在160平米左右 带前后花园 穿过前院打开大门 先是一道长长的走廊 连接楼上和储物空间 这种进门走廊的设计 很有伦敦的感觉 走廊这一侧是厨房和餐厅 厨房面积慷慨 家电非常齐全 包括了臭油烟机 电磁炉 烤箱 嵌如式冰箱 洗碗机 微波炉等等 大户型的房子 厨房的使用品率也比较高 厨房旁边是旧餐区域 连接着一个小阳台 朝向前院 傍晚时分 未入家门便可以门到 镇镇饭箱 看到桌上各色菜肴 想想是不是都觉得很幸福 沿着走廊再往前走 就是楼梯 楼梯下方的空间被充分利用 做成了个储物间 旁边是客用卫生间 卫生间内通体白色 设计的很好打理 走廊另一侧是个大客厅 客厅连接着附带了花园 花园朝向小区的内侧 使用小区的设施也就非常方便 前后两个院子还有这么大的客厅 不养条狗是不是很浪费 现在我们上楼来看看二层 二层的右手侧是主卧 面积宽敞光线充足 这里分隔了一个不如式的换衣空间 附带一个衣柜 卧室内还有一间独立卫生间 同样也是简洁的白色设计 卫生间内有浴缸和花洒 走廊的左手侧是两间次卧 和一个带淋浴的卫生间 两间次卧虽然相比主卧要小一些 但是面积也非常宽敞了 带衣柜 而且都看小区的内花园 这样一个金丝去码头附近 前后带花园的三居富士 标价还不到一百万 感谢你的朋友们 请联系我 北京房间在伦敦 咱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